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我们介绍一下iPad粉中关于信息搜索相关的命令函数 iPad粉呢不仅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完成工作的事儿 它也可以像工具一样收集显示各种类型的与正在使用的代码和对象相关的信息 那我们就把跟信息搜索相关的这些命令函数呢分别介绍一下 有这个page命令,pdf命令,pdoc命令,pfill,pinfo,还有那个显示这个源,显示搜索,who命令 最后呢再介绍跟lease命令和lease结果相关的函数对象 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先来启动终端 启动终端以后进入到iPad粉下 iPYTHON回测 我们先学习一下这个page命令的使用 page命令呢是用来打印显示对象的 什么样的对象需要用page呢 比如说我们正在处理的一个对象 过于庞大复杂 无法在这个我们的命令窗口当中 就share当中呢一屏里完全显示出来 那你就可以试试用这个page命令 page命令呢实际上也就是许多系统里面那个默认的less命令 那我们首先呢就先准备一个比较庞大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个ps曝光程序状况 拿到这个程序状况的一些信息呢 放到一个段放到一个变量p里头 执行这个ps命令传参数AUX 执行完以后这个p里面的数据 p里面的内容就非常的多 我们正常的这样一显示p呢 要拖动滚动条看里面的内容 这里面的数据呢就比较多 就是跟程序状况有关的这些内容 那我们现在呢就对这种那个内容比较多的对象 我们不想一下子全显示出来 然后托滚动条看 那我们就可以用pagephe 然后空格p 那么实际上呢 它就是那个less命令 less命令呢 就是用来显示文件内容 并且具有互动式操作界面的这种 这种这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呢 你可以我们现在用page命令使用的 跟那个link私下的这个less命令呢 差不多 你可以按空格显示下一页 如果你也想翻到上一页 你可以按b 当然还有其他的操作 如果你想移动一行 你可以按这个k或者y向上移动一行 如果想向下移动 那你可以按回车或者e都可以 如果想左右移动呢 可以按那个这个方向键 一次移动八列 那我们现在在执行这个page命令 显示p 你会看到呢 现在只显示出来一屏 显示这一屏呢 这一屏呢 如果你想左右移动的话 你可以按这个方向方向键 向左或者向右 向右移动八列 再移动回来 按向左向左的键头 那我们想那个向上移动 那你可以向上的 现在已经是从开头开始 如果你想向下移动呢 下一页你可以按空格 或者f都可以向下 如果想要再往上 你可以按b 再比如说呢 我们想向上移动一行 可以按y或者k 向上移动一行 那向下移动呢 你就可以按e或者回车 这些都可以的 你就可以移动来看 如果我不想看了 我想退出了 你可以再按q q呢就是quit退出的意思 那如果这些操作记不住的话呢 它还有一个显示操作说明 phe进入到p的时候 在这种写思状态下 你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可以按一下h 按一下h呢 就是显示帮助 就是跟我们这个命令 相关的这些键子 都代表什么意思 按哪一个键呢 是向上向下 是翻页翻译屏啊 还是翻译行 这里就都有说明 你可以移动在这里看 想要退出 显示帮助的状态呢 就按一下q 退出 再按一下q 就退出page这个显示 那在这种 page命令默认的状态下呢 是经过了美化的 那如果我们不想 什么叫美化呢 就是我们看这里 一列一列的中间都有空白 排的比较齐 都是左对齐的 那这是经过美化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执行 page命令的时候 输出不想要它 这个进行美化 你可以加上一个 参数-r 那我们再进行一次 page-r 就是告诉它 不要美化 我们要显示这个p 这时候我们再敲回车 你可以看到 这里呢 就没有把它那个分裂 排列的就不齐了 好 想要退出呢 还是一样 按一下q 退出 好 这就是这个page命令 就是当你要显示的对象 查看显示的对象呢 过于庞大复杂 无法在一屏中完全显示 那你可以使用page 那相关的操作呢 就按p 按这个h 可以显示说明 想要退出呢 就按q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介绍一下pdf pdf呢 这个函数 也可以说是个魔力函数 它可以打印任何可被调用对象的定义名 也就是那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那个结构 上面那个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打印输出来 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就在这定义一个df 函数名呢 就叫myfunc 这个函数接收四个参数 我们给它abcd括号 函数体当中呢 我们就随便说一点 输一点这个说明 return 返回 就我们接收到的这个abcd 就直接把它再返回 abcd 就这四个参数呢 我们就再把它 什么都不处理呢 就直接再把它返回 somethng 好 后面加三个代引号 然后接下来这是说明 说明文档写完了 我们就return 把这个abcd都直接返回 再敲回车 这个函数定义完了 现在我们想看 我们想看一个对象 就是说在iPad本当中 我们想看一个对象的 它那个定义名 也就声明 就是说函数的声明 那我们就调就执行pdf这个函数 传参数 后面参数呢 就告诉它 我们这里头的对象 操作的这个对象 就是一个myfunc回车 你看到了这里 就是在我们定义的这个上面 冒号前面的这个结构 它没有输出这个后面的内容 就是函数体里的 包括说明就都没有显示 那如果我们想要看一下 这个函数的注释信息 就是我们在这个文档当中 设置的就是定义的时候 下面紧跟着这个注释的信息 文档信息 那我们怎么办呢 可以调用pdoc空格 然后我们还是看这个myfunc回车 你会看到呢 这就是我们那个显示的 那个文档的描述信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pfill pfill文件呢 是能够运行 就是能够运行文件的 对象的文件 前提是这个对象 所包含的文件的 得能找得到 比如说我们就想看一下 那个os文件里的内容 那个os是模块嘛 那我们经常用os 我们先把它导入 就是说你要这个路径 找不到os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用pfill来显示它 我们现在呢 就导入imp port导入os模块 然后我们就想看一下这个os这个文件里的内容 pfill os回测 你看现在呢 看到了只是这个os前面的那些注释 没有显示完全 它实际上它那个运行的呢 还是那个lens命令 就是显示这个一屏 那你想接着往下看 那就跟那个lens命令的操作一样 我们往下看翻一页 翻一页呢 就可以按一下空格 这一页就是下面 开始导入sys模块 然后下面呢 还有一些定义各种函数 就在这里的 包括语句就都写的 你可以继续往下看 继续往下看呢 就再按下一页f 如果想往回看呢 跟那个lens命令一样 按一下b向上上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也可以呢 一行一行移动 一行一行移动呢 你可以按回车 一个回车移动一行 这样 或者呢 按e也行 如果想上移动呢 就按k或y 向上移动 按e向下移动 就在这里看 如果不想看了 我想退出了 按那个q退出 就可以了 这就是那个p fill p fill命令 而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文档 文档里面的 所有的内容 就是前提是 你得找得到 这个对象 好 那我们再说 这个p info命令 p info命令呢 函数 用来写 它非常方便 就用来显示 这个某个对象的 类型 基础类和命名空间 注释等等信息 比如说 我们自己写一个 写一个模块 然后我们用来 它显示 显示里面的内容 我们自己定义一个 那个pathon的模块 那就用这个 祭司本来写就可以了 用不是祭司本 用这个文本编辑 编辑工具 启动它以后 我们就保存 把这个当前的这个文档 保存成一个py文件 这里呢 直接点保存 就存到默认的路径下 就可以了 默认的当前用户的路径下 起个名字叫 SOME 然后下滑线 model model 扩展名呢 是点py 点击保存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下这个模块 首先呢 先设置运行环境 简号 感叹号 usr 斜线 bin 斜线 env 空格 pathon 标准的pathon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在下面 在这个模块里呢 定义class 我们先来一个 crass class foo 写进一块 这个写进这块呢 这个首先呢 我们就先加上文档的说明 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模块 叫moo的class crass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类里面呢 我们就设置一下 这个初始化 初始化的这个勾置函数 nit 两个下滑线 括号 self 忘号 那这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就不去写具体的了 我们就直接写个pss 这是空的 然后继续 除了这个 foo类以外 我们下面再定一个class 再定一个bar 这个类 这个类里面呢 跟前面一样 我们也是定义一个 跟前面这里都一样 我们就把这个注释改一改就行了 不是注释 把这个文档说明改一改 这个是bar barclass 至于这个初始化呢 都一样的 都写个空 下面再来一个 再拷贝一个 再拷贝一个类 这个类呢 叫bam 我们把这个说明也改成bamclass 这个初始化呢 也就构造函数呢 就是什么都不动 然后呢 当我们这里面做完了以后 把它保存一下 保存 然后接下来 回到我们的窗口 回到我们的iPad粉窗口当中 我们现在呢 就准备要看一下 我们刚刚保存的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名 叫some-model 然后我们在这个iPad粉当中呢 就先导入它 import导入some下化线 module回测 这里导入出错了 写错了 我们上面起名字的时候 这个错掉了 那这里头就叫导入import 按照我们那个写错的名字来写 就是文件名称 some下化线 model 下面写错了 回测 好 那导入完了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想看一下它的信息 用pinfo pinfo命令 然后后面这个对象 就是我们刚刚导入这个模块 对象 some下化线 model 回测 你看这里面呢 就显示出来了 类型 积类 然后那个文字的这个格式 字符串格式 还有这个名称 名称空间等等 fill 就是具体的这文件的路径 这里呢 就都显示出来了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pinfo信息呢 就是用来显示 提供这个类型 基础类命名空间和注释 这些有关的信息 你要想看这些信息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pinfo来获取 好 那我们再介绍 如果你还想获取某个类的信息 也可以啊 比如说 就这个我们刚刚导入这个 我们自己写的模块 那我们还用这个pinfo pinfo 然后继续 显示模块下的某个类 model 然后点 这个点呢 就是个隶属关系 我们想看下面那个foo这个类的 这个f是小写的 foo这个类点的信息 而不是大写的 f是大写的 那我们就这样指定它显示这个foo类的信息 回车 那个看到下面呢 就显示显示的是class op接 然后呢 自幅串格式就是 我们的模块名点foo 还有它的名称空间等等 这就是可以获取到模块中类里面的下面一层的类的相关信息 也可以获取实例 获取实例呢 你就拿一个括号 就是准备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们还用这个foo吧 我们搞一个对象 放到边放到边量f里面 这个对象呢 就直接调用模块model1.foo 然后加一对小括号 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 我们想看这个对象 也可以用pinfof回车 你看这里也可以一样的显示 显示我们的这个 跟这个对象相关的信息 好 那么实际上呢 在对象的 在对象前面呢 或者之后如果加问号的话 也可以实现这个pinfo的功能 比如说我想看这个f 我不知道它是个什么类型的 我就后面加个问号 你看这里就像正常显示了 跟我们那个pinfo是一样的效果 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这个问号 替代这个pinfo的函数命令 那这个问号呢 你可以放到前面 也可以放到后面 我们刚刚写的时候放到后面 现在我把问号放前面 我要看这个f 这也可以的 一样的显示 如果你要看更多的信息呢 还可以加两个问号 这两个问号呢 也是同样 你可以放到前面 放到后面 比如说问号问号 空格f回测 那这里出错了 我们放到后面吧 这个不是对象 我们要看模块下的类名 这里不能直接朝着对象 我们直接显示 把两个问号放后面 试一下 f空格ff问号 这样可以 这样就可以 可以显示到这个f对象 那如果我想看模块 那我们就把模块名称 加到前面 some下滑线 module 然后空格 两个问号 回测 那这里呢 就显示 显示跟我们这个 模块相关的 这个相关的提供的信息 这就是pinfo 可以给我们提供的 这个显示的内容 那我们再介绍一下 那个显示原代码 有这个ipin当中呢 有一个命令 叫psource 这个呢 就是显示 你定义的原数的原代码 不管这个原数呢 是一个模块 还是模块中的类 或者是函数 你都可以显示 它的原代码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就拿刚才的 这个模块为例 就是导入这个简单 我们自己写的 这个class为例 你要看它的原代码呢 你就可以直接 用这个p源 这个命令来看 那我们现在呢 就执行一下 p源 空格 some 下画线 mo 我们刚才写出了 模块了 我们那个模块 叫modere 回车 你看这里就写出 它的原代码 然后我们想看到 具体的 这个模块下的 某一个类 这也可以的 psource 显示源 然后 这个类呢 是在模块下 所以要先把 这个模块名写上 modere.foo 回车 你看这里呢 就显示 关于这个类的 这一点代码 就是说呢 你想看原代码 当然那个原代码 里面的东西呢 包括这个字符文档 内容呢 就都会显示出来 就可以用这个 psource 显示源的这个命令 好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搜索 搜索这个模例函数呢 它不单可以根据名称 对一个攀审对象呢 进行查找 也可以使用通配符 协助查找 通配符呢 就是那个信号 或信号来使用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在这里面准备一些变量 我们能有这个变量a 我们往里头负一个数字1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aa aa变量里面呢 我们就附一个字符串 one 再来一个b等于2 bb等于字符串2 然后c等于数字3 然后cc呢 等于英文的3 thre 好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六个 有这么六个变量了 这六个变量呢分别是a aa b bb c 和cc 这六个变量 那假如说呢 我们现在要上 要在我们的iPhone当中呢 去搜索a开头的对象 查找所有a开头的对象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p搜索 p搜索呢 search 搜索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敲空 敲这个通配符嘛 那我们就可以前面给个a 就是a开头的 后面加个信号 就代表所有的后面有没有都可以 然后有多少个字符都可以的 它是个通配符 然后一敲回车 你会看到a打头的这个对象都看到了 有a aa abs arl any 还有这apply 这些呢就都列出来了 是a开头的对象都能看到 那我们呢还想看b开头的老样子 psearch 搜索b信号 你看b开头的都显示出来了 包括我们自己 自己刚刚那个创建的这个变量 就刚刚负质的给的这些变量 a开头的b开头的都能查到 psearch 然后c开头的 这么多 那这里面呢 如果我们想找的呢 可能是两个字符的 然后是a开头的两个字符的 那么怎么去搜索呢 可以用问号问号就代表一个字符 那我们就用psearch搜索 比如说就找a问号 a问号就是两个字符的长度的对象 然后a开头的回车 你会看到 没找到 没找到 那我们这样 我们这里的后面那个问号 当然是去找它的这个对象了 去找这个命令对象 查看它的帮助了 所以我们就换一种写法 search 比如说问号a 这样 这样呢 我们就找到a了 我们把问号放在前面 表示一个字符 后面是个a 它就代表着一个字符 那当然呢 那如果我们想找一个 嗯 os模块 ls开头的 那你也可以 呃 可以这个 我们先导入 先 呃 os已经导入了 前面已经导入os了 那我们现在去找 psearch os下面的 os模块下的li 开头的所有的回车 那就找到了这三个 有这个link 还有list dir 呃 lansep 这几个命令 这几个 那个下面的属性 就都 模块下的对象 就看到了 那我们现在呢 除了这种写法 你也可以在这个 信号后面加个问号 看看它会不会当成帮助 先试一下 那就是当成显示这个信息 chos.li 信号 中间不要加空格 直接是问号 回车 这里不行 它不能这样连着用 那你后面就用一个信号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使用这个搜索的命令函数的时候呢 除了使用通配符 我们还可以呢 去指定我们要搜索的这个命令空间 比如说我们要搜索这个内子的空间 或者是我们搜索的用户空间 呃 如果我们要搜索内子的空间呢 你可以用-s选项 指定空间 比如说我们要 p-s 输入 p-s-e-r-a-e 那个p-s-e-r-c-h e-a-r p-s-e-a-r-c-h 去搜索 搜索 呃-s 比如说我们要搜索的空间是用户的 u-s-e-r 默认呢 是用户的空间跟内子的空间呢 就都搜索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就要搜索用户空间 那我们就指定us-e-r 然后呢 后面就是你要搜索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要找这个 a开头的所有的对象 a信号 那我们在这里再看 这个用户空间下的就出来了 呃 如果我们要排除的话 我们要排除某个空间呢 就呃 -e 就是说我不找这个 我不找这个用那个内子的 我就找用户的 那我们也可以用p-s-e-r-c-h-s 然后 我不是-s了 -e -e就是排除 然后后面呢 指定我们要排除的范围 我们要排除的去掉那个内子的 内子的呢 就是b-u-i-l-t-i-n 内子的空间 然后空格我们要找a信号 去掉内子的空间 就剩我们当前的了 就剩两个a和aa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s 就找用户的空间呢 把我们内子的这些呢 都列出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排除的方式 排除内子的呢 剩下的就是我们当前用户的 啊 你可以选择那个找这个a 或者找b 或者找c开头的 你可以使用通配符 就是说那我们在搜索的时候呢 如果不想找全部的话 你可以用-e去排除 或者用-s指定你要搜索的选项 好 这里呢 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 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搜索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指定类型 因为我们在搜索的时候 那个a啊 aa和a和aa这些对象啊 它们都类型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想指定类型的话也可以 那我们后面呢 就加上一个类型 类型的这个参数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 p-s-e-a-r-c-h 比如说我们还去 我们还去找这个 找所有的吧 找所有的 我这里的就不-e了 就不排除哪个空间了 我就找这个a开头的 星号 然后后面呢 指定的类型是nt的 那我就给个nt整数 回车你看到就剩一个a 因为a我们前面负的值呢 是这个一个数字 然后aa里面呢 负的是字符串 字符序列 就是负的是1 那我们现在想找 想找字符串的话 也可以 那p-s-e-r-c-h 然后我们就找a 星号开头的 后面呢 就加上一个stream strng回车 那这里呢 就显示的是aa 可以呢 你可以搜索这个名称的时候 对象名称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通配符 你也可以呢 指定类型 也可以呢 去指定 要搜索哪些命名空间 或者是排除哪些命名空间 这都是可以的 好 那关于这个搜索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who iPathen呢 还提供了一些 能够列出 所有交互式对象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这个who函数 就是who who who 这个函数呢 就用来显示 那个交互式的那些对象 一条回车 你看我们这里交互式的对象 有a a b b c cc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函数也好 模块也好 就导入的模块也好 都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就是说交互式的这些对象 那除了这种方式 那个显示之外 我们还可以指定类型 比如说这里的什么类型都有 有模块 有这个函数对象 还有呢 整数 还有字符串的 那我们想要看整数类型的who 空格 后面就指定它的类型nt 那我们这里就看到的是abc 那我想看 想看字符串的那个都有哪些对象 那我们就在who 空格 str 回车 你看这里就生a bcc 我们就这么三个字符串 就里面存的是one two three 除此之外 这个除了这个who 还有一个who-ls 这个who-ls函数呢 跟who函数十分的相似 只不过呢 它返回的类型呢 是一个列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返回呢 就不是这样直接输出啊 是一个列表 那个函数名称who 然后下滑线ls ls空格 那我们想看什么 不是空格 那个就直接显示就行了 如果空格后面呢 需要传这个指定类型的话 那你就可以像上面一样 传int 或者传这个str 我先看所有的 你会看这里输出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列表 因为这外面是中括号嘛 中括号这个扩起来 它就是个列表 也就是说呢 用这个-ls呢 就表示以列表的方式 来给我们返回 返回我们要看到的 这些交互式的对象 好 那我们想看指定类型的 那就继续who 然后下滑线ls 空格 后面指定类型 nt也好 或者str也好 这里就看到是nt who-lsstr 看到的就是这部串的 好 其他的类型呢 就可以自己去设定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的 这个就是 whos whos 那么这个函数呢 跟who函数非常的相似 但是加一个s的这个命令呢 它输出的内容呢 就更加详细 它还是输出这些交互式的对象 但是输出的这个内容呢 就把这个名称 类型 加里面的具体的数据 就都给我们打印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输出 回测 你看这里显示变量 第一列就是变量名称 这是我们的这个对象 然后中间呢 是类型 类型呢 int的是gen的 还有模块方式 这里就都显示了 还有这个列表 s列表 那么第三列就是具体纯的数据 而具体纯的数据呢 你像这个类 它就没有办法来给你显示了 就这样显示 然后函数 这里呢就告诉你 这是一个函数 然后模块 还有这个呢 就是slist slist可以显示 就这样显示 然后下面呢 又是模块 那前面的数字呢 比较简单 直接输出 字符串呢 也会输出 这就是那个数据 或者信息 那是显示数据呢 还是显示信息呢 就取决于前面的类型 是模块呢 是一个模块的话 它就会显示这个模块的信息 然后如果是这个数据 是一些变量的话 就直接显示数据 那这个是host 就是显示的方式 如果你也想分类的话 也可以 就是说呢 不显示全部 也可以加参数 后面加nt 就只显示nt的 如果我想显示支付串的 str 回车 这里就只显示支付串 好 那关于这些命令呢 我们介绍到这 接下来还有跟这个 lease命令和lease结果有关的 在iPad本当中呢 有两种方式 可以访问输入的lease 一种是呢 基于行的 基于行的这种方式 基于行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iPad本当中 曾经输入过的 这些每一行的这个命令 你要执行的这个函数 调用的函数 那我们想要搜索的话 可以启动行之 行的这个 启动搜索 但是我们曾经输的命令 有一些命令比较复杂 然后长度呢 又比较长 我们又不想重新再输一遍 你可以按Ctrl加R Ctrl加R那就启动搜索 其中搜索呢 它可以那个默认的去给你 按照你输的内容进行匹配 比如说我们输A 你看跟A相关的 它找到的这命令 如果你觉得这个 就是我要执行的 你可以按这个 这个上下键 就可以进行执行了 上下键还可以再查找 那如果不满意的话 我可以再重新启动 再去找搜索 比如说我要去找 跟这个F有关的 或者是跟这个Class有关的 你输某一个键子呢 它就会自动去匹配 找到相应的给你显示出来 然后你还可以这个 去自己去进行这个翻译查找 查找其他的 这就是启动 启动搜索 按一下Ctrl-R 然后执行的 你觉得满意的话 按这个键子 按这个键子的 就可以执行 按这个方向键上下 就可以去转换 如果左右的话 可以移动 你就可以进行去 对它进行修改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就不说了这个启动搜索 就是Ctrl-R 我们再说一下 跟这个历史命令有关的 在iPad分当中呢 这个它提供了一个历史函数 这个历史函数呢 就是我们曾经执行的历史命令呢 都给我们存起来了 在哪里呢 就在一个叫HIST的别量里面 回车 我们这里头 敲错了 HIST回车 你会看到我们前面输的这些行 已经输了 现在是53行了吗 已经输了52行了 这52行的输的命令呢 在这里就都有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 从第43行开始记的了 前面都已经没了 这里呢 就显示到这里 那这个HIST HIST这个函数 可以说是称之为函数 就是用来显示 我们这个存储的 曾经存储的历史命令 输入的历史命令 好 那如果呢 我们看的时候 不想看到前面这个行号 前面这个数字冒号 前面这是行号 你也可以呢 给它加个参数 HIST HIST呢 就是表示那个历史的意思 然后面呢 杠N 就不要函数 回车 那现在呢 就看到就不带函数的 好 那我们再 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个参数 还可以 给个杠T 杠T参数呢 就这个选项呢 就是设置返回一个被翻译的命令历史诗图 我们再执行一下 HIST 杠T 推测 那这里呢 就是被翻译的 被翻译的历史 那个命令历史诗图 也就是说呢 记录了 iPad粉看到的用户输入的命令 这是默认的设置 好 那我们 接下来还要介绍的 还要介绍的是这个 历史结果 就除了历史命令呢 我们能看到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史结果 在iPad粉和iPad粉当中呢 都有 实际上呢 呃 就是一个叫下化线的这个函数 这个下化线函数呢 在iPad粉当中呢 是怎样工作的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想看它的时候 就是想看一下这个历史结果的话 就是上一次输出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输一个下化线 回侧 这个下化线里头呢 就是最后一次输出的内容 在这里显示的 这个东西呢 不是iPad粉里都有存在的 在这个标准的iPad粉当中 它也是存在的 就是一个下化线 它就是用来显示 记录下来 我们曾经在这个share当中 在这个iPad粉 或者iPad粉share当中呢 最后输出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启动 再启动一个终端 进到标准的iPad粉当中 来试一下 在这里 然后我们现在启动 Pen粉 PYTHON回侧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随便输一点代码 比如说呢 我们搞一个变量 FOO就等于 字符串 FOO下化线 然后STRNG 回侧 回侧 那这块不是输出啊 这块只是把一个字符序列 字符串 附给了FOO变量 那我们现在呢 如果直接执行下化线的话 这个下化线里头呢 没有记录下来最后输出的内容 就是我们刚启动里面 什么都没有嘛 回车 你会看到了这里头的显示的错误 它不认的这个下化线的杠的定义 那什么时候有这个下化线的定义呢 就是当你的执行的这个share当中 有输出了 有输出了 它就开始定义一个叫下化线的这个对象 然后呢 给我存储最后输出的内容 你可以把它说是一个对象 你可以说是一个函数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会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对象 它存的是最后输出的内容嘛 但是呢 有的教材会把它翻译成 说它是一个函数 怎么理解都可以 反正这个下化线呢 就是这个下化线 是一个特殊的对象 就是用来存储我们最后的输出 如果你重来启动share当中 什么都没输出 那么它就是一个未定义的 那我们接下来 再往里头输出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FOO回车 那你看现在呢 就有输出了 这个输出的内容呢 就是FOO-SGIN 然后我现在再执行下化线 一个下化线回车 你看这里就有个有内容显示了 就不是像上面一样 显示名称错误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变量来使用 那时候我再有一个定一个变量A 然后让它等于下化线回车 然后我再来看A 你看这A里也拿到了FOO-SGIN 这是标准的攀粉 那个攀粉舍运行的这个下化线 那我们在这个攀粉当中 在这个攀粉当中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是前面输出 那我也跟那个标准的攀粉当中一样 准备一个FOO或者是OBJ吧 OBJ对象 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个支付串 现在这个里头已经有内容了 或者我们退出吧 我们在这里QUIT QUIT退出 退出重新启动 Y退出 然后我们再重新进到IPA粉当中 IPYTHON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再重新先看一下下化线 你看这里头呢 空的 它虽然是没报错 但是它是空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跟前面攀粉的内容一样 也准备一个FOO等于支付串 FOO下化线STRNG 回车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下化线 它还是空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FOO 你看输出的 再来看下化线 在这里就有内容了 那我们也把它拿一个拿出来 拿这个下化线里的内容读出来 放到A里头 A等于下化线 然后再来看A 那也是跟那个标准的攀粉 这个攀粉呢 是一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呢 在攀粉当中 它有这么一个对象 叫下化线 就是表示上一次输出的内容 就历史输出的内容 如果你想看到的话 那你就可以呢 去直接 在你有输出以后 可以用这个下化线呢 去拿到它 那在I pattern当中 这个下化线呢 虽然是记录最后一次的输出 但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拿到倒数第二次的输出 或者倒数第三次的输出 或者说呢 我们这个输出呢 我取第一次的第二次的 那怎么办呢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那个下化线加数字 取第几次的输出 你看我们这个输出呢 都是这个 有这个序号的 一二三 这样有这个序号的对应的输出 那我们要取第几次的话 也可以 也可以呢 去拿对应的 这个下化线 后面跟这个数字 就可以去取出来 第几次的输出 我们做个例子 现在呢 我们把这里面的退出 QUIT 在这里面呢 先把它QUIT 退出 Y 退出以后呢 我们先清空吧 CL EAR 清平 然后我们重新进入 iPanfit 进入到iPanfit当中 现在呢 我们在第一行命令当中呢 我们准备列目录 列我们这个当前的这个目录 就就看我们当前的这个 用户所在的默认这个位置下 所有的文本文件 你可以先看一下啊 或者说我们就直接执行吧 两个感单号 执行这个LS 列目录的这个命令 空格 我们想找所有的文本文件 点TST 那么要注意啊 这个两个感叹号 执行这个命令呢 执行Sell命令的时候呢 就是跟那个一个感叹号的 很相似 但有一点区别呢 就是两个感叹号的命令呢 不能保存结果 然后一个感叹号呢 是可以保存结果的 所以呢 其他的执行都一样 其他的效果都一样的 然后我们加两个感叹号 去执行LS命令 然后后面呢 告诉他我们要列的这个目录呢 就是星点TST这种类型的推测 我们看这里输出的 输出的这个内容 就是零 第一行 零点TST 列出来的就这几个 十个 这是我们前面做例子的时候 生成的那个十个文本文件 那这是第一行的输出 那我们再来输出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们还是列目录 这次我们列目录呢 LS空格 这次呢 我们去找所有的PY文件 星点PY 回车 你看这里呢 找到了四个 四个PY文件 那我们再执行第三个输出 LS 这次呢 我们找所有的PYC 星点PYC 就是编译后的 回车 看到了两个 那我们现在执行了三个命令了 有三个输出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分别想拿到这个对应的三个输出 怎么样去取呢 很简单 就-1-2-3这行了 所以说我们准备一个变量 第一个 第一个呢 是看所有的那个文本文件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就叫TXT-List 然后就等于 等于什么呢 我们就去拿-1去取 这次呢 我们就不是用一个下滑线 一个下滑线取的都是最后一 最后一次的输出 那我们现在呢 想指定是第一次的输出 那就-1 然后回车 那么TXT-List 里面存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再看 然后第二次 我们执行的输出呢 是看PY文件 那就PY-List 准备一个变量 等于-2 回车 我们第三次看的呢 是PYC 那就PYC 下滑线List 就前面这个变量呢 是我们自己随便取的 就是拿的时候呢 是通过-1-2-3 这样取出来的内容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三个变量里面 都存了些什么东西 先看这个 TXT-List 在这里输入 TST-LIST 回车 你看这里头显示的 就是我们执行的 第一个命令 看到的内容 那我们再执行 PY-List 回车 你看这里呢 就是执行第二个命令 显示所有的PY文件的 那个结果 第三次执行的呢 是PYC 下滑线List 回车 看到的呢 就是第三次执行的 而且说我们要看 List结果的时候 除了跟那个标准的Python 用一个下滑线 拿到上一次输出的 就最后一次输出的内容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那个下滑线数字 来去取第几次的输出 那你要取第几次的输出呢 就需要你自己记住就可以了 这就是关于这个历史命令和历史结果的内容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是主要介绍一下 我们用来显示打印这些对象也好 模块也好 那个变量也好 你要显示什么信息 你就可以用相应的这些命令 那个Page命令啊 户命令啊 或者是Fill 显示Fill 显示这个原码等等 那关于历史命令和历史结果呢 就主要用这个 HIST 或者呢 是用我们的这个下滑线 来显示历史结果 杠级都可以的 这就是iPen粉当中呢 跟信息搜索显示有关的这些命令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再见